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过去三个月里职位空缺数目一直在增加 目前位于衰退前的水平之上 备受关注的八月份英国NIESR GDP预估将在同一时间发布 之前的报告包括三月至七月的该数据 指出这一年经济增长最慢 日本七月份机械订单将于晚间11点50分发布 六月份订单量恢复增长在过去两个月的下跌后 最后在凌晨12点30分将要发布的是 澳大利亚九月份西太平洋银行消费者信心指数 八月份该指数为连续第三个月的增长 目前位于98点五点 这就是星期二的经济日历 明天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